提醒你,如果你的玻璃心 即是在埋怨 又不愿意去下決心去改變的話 一集並不適合你的 因為今集我只會令你內心的痛楚 是更加擴大 傷心欲絕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 Trading Secret I'm Loken 今集我會把省戶的商口挖開去 如果是過去這兩個月 你在投資市場出現一個嚴重的虧損 新是過去一年大部分的利用 甚至已經是倒輸了 如果你想尋求改變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這一集就將你犯的錯都給我說出來 因為我自己都是過內人 你今天犯的錯我都曾經犯過 所以要改變 你必須接受自己是錯誤的現實 為何投資市場大部分人最終都是輸錢 大戶太強 這個當然是 這個我由一個普通的個人投資者 都中入iBank 都已經深深感受到兩者之間的差距 我不是說要show off 而是想說出一個事實 不過真正的問題 都是在省戶自己本身的 你投資輸錢 你怪大戶 你怪市場錯誤 你怪給tips來的那個叫你買入 你怪技術指標 你怪所有東西 但你不會怪自己的 為甚麼呢? 不是因為沒有人告訴你錯的是你 而是因為你覺得自己才是正確的 所以才導致今天犯下大錯的谷戀 聽到人叫你買 你就要買 但叫你走的時候 你又不永遠不會走的 因為你心裡總是會覺得 會有這麼高的位置 或是覺得會有反彈的可能 但這裏全部都是 你覺得 你覺得 你有沒有問過自己 到底你憑甚麼來認為 你覺得是會發生的呢? 你是投行 你是大戶 你是壯家 其實你通通都不是 你就是一個散戶 而且是一個正在輸錢的散戶 所以你憑甚麼 越跌越交貨 跌少少又買 再跌少少又再買 只要淡上去 甚至破壞的成本價 就可以賺大錢 我想問你 你是不是因為股份急升過後 自己見過高位 所以覺得回托下來就可以買 之後 越跌越交 越交越跌 再交到沒有了購買力 股價還會繼續跌 雖然大戶買貨的策略就是 越低越買 但你有沒有想過 你買貨是越跌越買 而不是越低越買 甚麼是越低越買 就是股價還沒出現過急升 或者市場仍然未發掘到 這些股份價值之前 在一個低位的水平 越低就越買 而你就在市場已經發掘了 股份價值 當股價已經急升過後 倒轉跌下來 你才走去越跌越買 其實股價在之前的急升度 已經是反映了預期的未來 而你只是將今天已經反映了 的未來買回來 反過來問你 如果未來還有這麼多的憧憬 那為甚麼要便宜價賣給你呢 因為覺得你可憐沒有錢賺 所以要分些機會給你入場 因為人家賺不中 所以要分些給你賺 因為不想你高聚 所以要回套給你便宜價賣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甚麼是股值貴 甚麼是股值便宜 但我想問你 你知道甚麼是股值呢 股值就是企業營利核心 因為見到股價升 所以就說股值便宜 因為見到股價跌 所以就股值貴 那跟那些見升講升 見跌那些的人有甚麼分別呢 我沒有說是甚麼人 我只是問財面前的你 甚麼是股值 你計算總括度高 還是投行大戶的計算總括度高呢 當然我知道 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很難知道投行大戶是股值無形 但我想問 為甚麼你又會相信 坊間的人說股值高低呢 因為前年是1000倍PE 而自己買的就是500倍PE 所以便宜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雖然公司還未曾有盈利 但市場不斷地給予衝勁 股價上升 你又相信它是股值便宜 所以要買 我以一個投行的trader身份告訴你 股價不升過投行 或是大戶的預期股值呢 股價不升到飛起離沙基 那又怎樣去派貨呢 大部分人都不會股值便宜 就是買到貨的 因為市場是會有無限的壞消息 令到你不會買入 只有當沒有壞消息 而且股價已經上升 散戶師傅入場 市場越多好消息 散戶師傅越情緒高漲 很簡單就問問你自己 上年港股23,000時你有沒有買貨呢 之後上到28,000時你買的股票 是不是比資源更多呢 原因有兩個 一就是因為你本身在高位已經買了股票 手上都是下貨 根本就沒有購買力可以在低位買貨 二就是因為市場大部分人都跟你說 沒有最壞只有這麼壞 股市會有這麼低的低位可能 就是因為你總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 所以你只會在高懷低估 然後後悔 不斷地重複 不停地輸錢 將你一天上班8個小時 一個月上班180個小時的辛苦錢 然後奉獻給投行和大戶 你可能現在感覺是 我昨天真的很黑心 我告訴你 我是很黑心 但在一個投資市場 連真話都不肯告訴你的人 就更加黑心 我節目開之前已經警告過你了 一集會挖開你的傷口 在你的傷口上灑鹽 我講十萬個的說話 都不及到投資市場 令到你重傷一次的教訓 來得更加有價值 因為一天你沒有受過教訓 你都會覺得我是吹水的 你回想一下 在過去幾個月 自己是不是人買你又買 越買越多股票 現在滿手都是下課 甚至乎已經沒有購買力 如果你是借錢去投資 用孖雀去炒股票 甚至辭職去炒股票 以為很容易賺錢 不用問我 先問你自己 現在你有什麼決定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有同樣的苦惱 我在去年12月4日 就投資了這條片 是關於短寫理 我當時說到這個 可能是2021年全球 最多人適用的理財心哲學 其實我是在暗示 今年會有很多人輸錢 輸到什麼都沒有 我的目的已經不是幫你做什麼理財方案 而是希望有些人可以認清真相 我從去年的10月底開始 不斷在節目上 在Vermina跟大家說到 有股票就要減辭 可以不買股票就不要去買 但是有多少人不肯聽入耳 至少如果你今天是重傷的話 即是來到已經沒有聽到 我不是要去怪責 而是要逼你去反思 你過去做了什麼呢 你買了什麼呢 你在買一個憧憬 在買一個未來 還是你在賭你的未來呢 投資和賭就是一線之差 我知道現在很多人在周圍聽其他人的平融 只是為了希望聽到有人跟你說 你持有的股票是會沒事的 可以繼續持有 股價是會再上升的 之後還會升得更加高 其實說這些謊話 我也可以跟你說 但有沒有意義呢 我是不是說完之後就會升呢 其實你不是要知道的 而是你不肯面對這個現實 一兩年前你可能還在想財務自由 被動收入 今天你可能因為疫情失去工作 失去收入 還要償還樓宇按揭 需要償還私人貸款 買的股票又變成蟹庫 已經被迫要面對斷捨離 事實是很殘酷的 但我今天就要告訴你 如果這個還未到一個最壞的情況 你又會怎樣呢 你可以說我悲觀 我不否認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經歷一個 三十五大周期的見頂 準備要急聚前的時段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過山車呢 上到高位 要準備衝下去之前 都會有一個小段的位置 是未能真正的衝下去 現在就是這個水平 我不是單單的指股票市場 而是說我們的生活 都同樣正面能的這個情況 很富有的人根本就不需要聽我說的 因為他們可以有一個專業的團隊 去幫他們減少損傷 但你呢 你又會怎樣去面對呢 還在幻想經濟會轉好 股市會再上升 自己手中的股票會再破頂 我不排除會有這一天 但什麼時候呢 如果要等十年呢 你等到呢 可能十年後你持有的股票 全部都破頂 但在這一天來之前 會先跌了九成 你是不是可以忍受到 到時市場環境和情緒的影響 而堅持持有 直到十年後破頂 不過我會告訴你 你今天答我可以 到那天來到 你都肯定做不到的 因為你今天受到市場情緒影響 在高位賣入股票 到時呢 你一樣會受到市場情緒影響 在低位沽出股票 我今集呢 不會給你任何建議 因為呢 能夠真正解答和幫到你呢 都值得你自己 而且我已經把你的問題說了出來 其實你心裏面呢 都已經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即是在於呢 你肯不肯去下決心的改變 你可能有很高的學歷 腦裏面充滿著知識 但都不及一個有智慧的小學生 因為現在Google 八道都已經可以為你提供 源源不住的知識 但聰明的改變 可以為你帶來不一用的人生 這個頻道是關於 投資理財的知識 和知識 而我只是會 不放口地說出最真實的事 你可以dislike我 但沒權去阻止我 如果你想聽到 投資市場最真實的說話呢 就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幫忙 Like和Share 如果你想參加我的網上投資課程 都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欄找到連結 我是Lokan 加油